这个短片示范如何用iPhone 直接订阅或下载Podcast 不需要经电脑上的iTunes 升到电话 我们先到iPhone 页面 我们刚才说了如果我们要听Podcast 节目 就全部用iPod 这个按钮 我刚才教大家介绍了一个IT时期杂志的节目 如果你有留意的话 你会看到下面会有一个按钮叫取得更多节目片段 如果有这个按钮的话 即是我们应该可以用电话 直接可以下载更多的节目 不需要经过电脑再升一次 但你会发现如果我按这个按钮 它就会彈到第二个applications 然后转转一下就会说无法连接iTunes Store 似国家不支援iTunes Store 这样 我们就逼于无奈 就唯有这样OK 带出来的 其实它是redirect了我们去哪里 其实就是去了iTunes这个apps 但由于我们的电话 如果你和电话升的时候 是在升一个香港的iTunes帐 这个按钮永远都会无法使用 只不过是一个取消不了的按钮 永远都在你的电话里 没什么意思 那我们如何才能用到这个按钮呢 就是要申请一个美国的iTunes帐户 至于如何才能申请一个美国的iTunes帐户 其实已经有其他bloggers 在我blog上写了一些很详细的介绍 那我在blog上也有reference link 给大家去blogger写的资料 看看如何可以申请一个美国的iTunes帐户 不过现在就当大家 已经是申请了一个美国的iTunes帐户 已经成功申请了 如果你申请了的话 那你如何可以做到直接下载呢 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就是你升部电话的时候 你那个电脑上面的iTunes 已经是用美国的iTunes帐户来升的了 那你的帐户直接就会升到电话里 同一时间你这个按钮都会使用的 但是你说如果我每次升的时候 我都在用香港的iTunes帐户 那你怎样可以令到你现在可以用到这个按钮呢 那你就要登入一个美国的iTunes帐户 那你就要去App Store 这里 就在这里啦 那无论你进到App Store 那个features啦 categories 或者top25都好 那你拉到最底呢 你都可以看到你的帐户 那你就按一下你的帐户 那你就按一下你的帐户 然后呢就按登出 登出了之后呢 你就登入你现有的那个美国帐户 那我在这里停一停 那当你登入了之后呢 它就会告诉你 Your account is only valid for purchases in the US iTunes Store 就是说你已经成功登入了你那个美国的iTunes帐户了 那呢 那现在呢 你就可以出回去 然后呢 去回 我们试一下吧 去回iPod 这里啦 那今次呢 我们再按这个取得更多的节目片段呢 那它就会 load 到我们想要出的东西出来 那它呢 真的呢 立即可以去回iTunes帐户 那里 看看 它总共有些什么节目 那你怎样取得更多呢 那你就选回其中一集 譬如我就选回7月29日那一集 那如果我想直接听的呢 我就这样按这个节目呢 这个名字呢 它就已经可以直接听的了 那如果我想呢 download下去 我自己的电话里的 那你就按一按 Free 这个 接着呢 你看到download的 那呢 一按呢 你见到这里变了一个1字 那其实它就去到download那里了 那我们按一按更多 那呢 再按download 那你见到呢 它已经是开始download的了 那你download 咦 你好像可能按错键的 不是很适合的 那你用手指打环掃一掃 那你就可以删除了 那你就可以删除下载的了 那跟 刚才我们用的iPod一样 这里的按键呢 都可以自己的 那我们呢 按回編輯 一样呢 你喜欢哪个按键呢 你就可以放下来的 那如果呢 你成功download了之后呢 那个节目呢 就会在这里看不到的 在iTunes那里看不到的 又会在iPod那里 就会运回的 那我们 除了呢 可以用全的iPod 彈到iTunes那里拿到节目之外 当然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iTunes那里呢 去找节目 那你先进入iTunes 那在这里呢 它是有很多categories 分别是什么music videos podcast 或者更多的话呢 它会有audiobooks iTunes U iTunes U 那些各样的 那譬如podcast 因为podcast是不用钱的嘛 那你可以看回 what's hot top 10 然后呢 你会看到呢 如果它是有这个 长方形的框子呢 代表它是一个video的podcast 那你也可以看看 多人看些什么呢 那或者我们可以分categories 这样找吧 那我们按categories 然后呢 我们按更加多 接着按educations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选educations呢 我们是什么grade的 那譬如 k to 12 那你可以找到呢 一些 很多的关于这些 k至12 即kindergarten 至12 grade12 那些podcast 那 那 这里呢 你可以一路慢慢看 那其实 譬如这个 Stories for Kids Learning Today 是一些故事来的 那它是一个 很简单的卡通片 那都可以试试看 那譬如你选择了 你按进去吧 那也都跟刚才一样 你是可以呢 每一个节目呢 你可以即时收听 听一下 刚刚看 看看刚刚看 或者呢 你是可以呢 下载了去 你的ipod那里 慢慢再看 那 我今天说的呢 就是这么多了 í 是 должна 是 你的